歡迎收看雲端最有錢有看就會變有錢喔 大家好我是沁儀 我們每個禮拜一在這邊跟大家一起來練功 一起努力變成財富自由 心靈自由自由女神男神吧 我們首先來看到 這個最近最夯的投資商品就是ETF 這個ETF當然他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包括可以分散風險 那麼長期的投資績效看起來很不錯 所以大家都很愛 我們先來看看ETF有多夯 你有買過嗎 ETF的規模現在越變越大 2017年的總規模是3499億元 2018年就倍增到了7392億元 那麼今年是再次升級到1.5兆元 投資的人有多小 就是這個投信頭物工會的一個統計數字 那麼2017年的時候是有43萬3千人 2018年有64萬人 那麼今年到10月已經衝破了80萬人了 以交易戶數差不多160萬人來推算 差不多是每兩個人就有一個人買ETF 所以在投資市場裡面你可以不懂股票 你可以不懂ETF嗎 現在這個商品這麼紅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以檔數來看的話 證交所統計的資料也顯示 2003年的時候只有一檔ETF 那麼之後的5年之間也差不多增加7檔 那從2015年開始瘋狂的倍數成長 到目前為止 算到今年2019年8月為止已經有209檔ETF的商品了 除了你所熟知的0050056之外 其實還有200多檔ETF 你到底了解多少呢 好那為什麼ETF會這麼夯 當然這個錢會走到他覺得最適合有利可圖的地方 那ETF會這麼夯的主要是我們來看這個跡象 就是Morningstar這個統計的數據 今年9月份ETF跟這個大家非常熟悉的共同基金 也就是一個是被動型的基金 一個是主動型的基金 主動型基金大家非常熟悉的經理人 自己去挑選股票這樣的一個基金 這個資產總額被動型超過主動型 那麼事實上也是因為這個績效 目前在美國方面被動型基金的績 已經是遠遠超過主動型基金了 所以投資人當然錢就往ETF流去了 那這個產品有這麼好嗎 真的萬無一失嗎 投資當然不可能萬無一失 這ETF其實還存在的一些風險 甚至有說這個風險還蠻巨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統計到目前2019年ETF 以下市跟即將下市的名單 看過了 什麼ETF會下市嗎 答案是會的 ETF不是永遠都沒事 他有可能會下市 我們來看這四檔 包括富華的這個香港ETF 這是在年底會下市 富邦台灣發達也是年底會下市 富邦金融指數也是年底會下市 那麼另外有這個第一金的 台灣工業基金30反一 現在是在6月25號已經下市了 到底ETF為什麼會下市呢 你會很擔心你手上買的ETF 一不小心也發生之前非常紅的 這個富邦VX的事件嗎 我們今天好好來聊一聊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ETF大公開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是這個ETF達人 對這個00500非常了解 998歡迎 慶怡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呢 這個是存股達人 王昭宏歡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第三位呢 這也是我們這個小資族的代表 22歲財經高財生 游婷好 歡迎婷好 慶怡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22歲就已經開始投資了 我18歲就開始投資了 18歲了 反正兩位其實也蠻年輕 但是今天旁邊有個小鮮肉 我想先問一下 剛才一開始講 這四檔ETF以下是即將下市 有這麼恐怖嗎 買ETF的人需要恐慌嗎 請按鈴作答 買ETF要不要恐慌 那這是什麼意思啊 只有圈跟X有這麼難選嗎 不用不用不用 阿劉婷要是一半一半 這個一半一半 為什麼 你剛剛猶豫了一下 就是說其實是 如果說下市的話 其實大家要有觀念就是說 其實ETF下市 它並不會像股票一樣 就是變成幣值 但是就是說 那個下市之後 它會進行一個清算 清算的動作之後 它會扣除那個費用之後 淨值就會歸還給這個投資人 但是問題 這會產生一些問題 比如說就是說 因為它 歸還也剩下沒那麼多啦 就是說第一個 第一個它清算 然後它會產生這個 會賣股 然後會換線 然後變成產生這個 這個額外的交易成本 還有賦稅 然後呢 之後呢 你拿到錢之後 你還要再進行投資嘛 那又要再多花一筆這個 交易成本 還有手續費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可能大家常忽略 就是因為你 它的計算方式 歸還的方式 計算的方式是用淨值 但是呢 很多投資人 你買的時候 你是溢價買入 就好像比如說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的 富邦BS 很多人是溢價買入 比如說你是買貴了 但是你最後清算的時候 歸還你的時候 是用淨值計算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又再產生額外的損失 對 所以說如果說 產生這種結果的話 那當然對這個 ETF投資人來講 就是一種額外的受傷 還是會損失 只是說你不會是 血本無歸 對不會像那個股票一樣 那也是應該有點恐慌 我投資這樣子 就拿回來變渣渣 我本來是要純退休金 老本的耶 這樣子不用恐慌嗎 呃 趙宏 你剛剛說不用恐慌 我覺得是 它淨值下降 但是應該說 那是整個的規模下降 可能它ETF的股價 其實並不是真的跌到零 所以就像99%講的 可能你還是有一些東西 可以拿回來 那不會說完全血本無歸 但是中間就是可能溢價 或者是一些交易的成本 所以你的邏輯是沒有血本無歸就不用恐慌 那我覺得應該是蠻恐慌的啦 我要純退休金 剩下渣渣欸 廷浩 你看我們年紀比較相近 可能想法比較類似 沒有 我跟趙宏跟韓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認為有買的要恐慌 沒有買這些下市的ETF 不用恐慌 那你這不是廢話嗎 我要講原因 因為目前大部分ETF 這幾檔下市的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規模過小 這個通訊法規有規定 低於1億 就準備要做起算 所以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因為規模的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規模小一億 像那檔0059 它是富邦金融 其實富邦金融跟雲大金融 績效都不錯 可是它還是下市 原因很簡單 就它的規模不夠大 所以純粹是因為規模的因素 那我相信 跟投信來說一些數回都是OK的 但沒有買的 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ETF普遍都還可以 沒有買當然不用擔心 現在買的人心裡有點差 但是剛剛講到這一檔 就不是規模的問題 這規模還蠻大的 一堆人在買 為什麼還是出問題呢 本來這是恐慌指數 讓大家現在買的這個 覺得蠻恐慌的 我們來看看富邦這個VIX 這個J檔0067U 從2017年到2019年的股價走勢圖 有沒有看到 大家覺得買ETF 應該是溫納納坦 長情持有最好報警處理 但是來看到這個報警處理 真的是可能要報警了 從20塊到3塊錢 股價蒸發了84% 那股價竟然蒸發這麼多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剛才講說我們台灣投資人 真的非常的猛 溢價購買什麼意思 已經告訴你 這瓶水就是10塊錢 然後這瓶水呢 現在這個經濟漲到12塊 他只有10塊錢 你還一直買 明明就是10塊錢 你花12塊錢賣 為什麼這麼勇敢呢 擺明就是可能不會賺錢嘛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PTT這個鄉民的一堆意見 大家說說什麼呢 鄉民怎麼說 他說這叫做黑心麻將館 因為這個VX不管是漲盤 漲跌或是平盤 都會收管理費跟轉倉費 代表他的這個費用是比較高的 長期溢價又超過10% 所以恐怕會血本無歸 他覺得買這檔的ETF的鄉民是說 大家都是在賭 認為只要每股跌 這點錢算什麼 重點是每股都沒有跌 然後而且這個不論勝敗 或者是這個流局 都可以收股東前的這些麻將館 能贏的就只有莊家 那這個網友是說 這是被包裝成ETF的 這樣一個選擇權的包裝之下 這個現在買的人真的是自己是賭 要輸也要認輸 但也有人說其實規則寫得蠻清楚的 那這個產品本身不黑心 是大家不看這個投資說明書 其實我今天點進去看 這富邦這邊明顯也寫的 他說這是一個高波動度的產品 不適合長期持有 也不適合不熟悉這個基金 特性的投資人 人家其實寫得蠻清楚的 但是很多人長期持有 很多人一點都不熟悉 還是買進了 解釋一下 那什麼叫富邦VIX 基本上富邦VIX 這有6萬多人有這一檔 就是他看他的內容 他主要是期貨 然後他追蹤的是這個 標普500短期的波動力的指數 所以說他跟一般的ETF追蹤 這個股票指數不一樣 然後因為他的是這樣的特徵 所以說他有幾個特性 就是說第一個 他會產生每日扣血 就是說他有非常高的內扣費用 加起來可能1.14左右 然後他有 因為他長期的會增價差 那他不斷的轉倉 所以他會產生高額的轉倉費用 然後呢 另外呢 長期增價差 轉倉這個費用會有多高 就是有人統計過 長期統計大概10到20%之間 這樣子 10到20%一年啊 就是說他 因為他在換倉的時候 那個到月底的時候會進行收斂 那收斂的話 你當初買貴的時候 你就是這個就被吃掉了 這塊就被吃掉了 下個月再買一次轉倉過去 對 所以說你長期持有 10到20% 這麼高喔 怕死人 然後呢 他就產生第一個就是 溢價風險 前面我講的 就是 比如說在上個月的時候 他就曾經一度溢價高達30% 就是說你可能他可能賣 他可能賣100塊 那你要130塊去買這樣子 那另一方面呢他不像一般的股票一樣 比如說我們現在股票漲跌幅是10%限制 他沒有限制 他如果說有時候碰到大跌 一天漲個六七十 甚至一倍都有可能這樣子 然後呢 他造成的後果呢 就是說呢 你買這個 其實他本來是當作一個避險工具 法人的避險工具 但是呢很多散戶呢 你買下去呢 你變成是等於在賭他的 一個大跌 就是說 就是說因為他這樣的特性 就是他如果說是盤整的時候 或者說是緩漲 或者是緩跌 你都會賠錢 你只有一種情況會賺錢 就是他瞬間 突然來個黑色星期五 突然來個黑天而來 參土突然昏倒 那一定會漲啦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大波動的時候 你前期是剛好你有買 你有持有 反正你的勝率很低 就是很像賭 對 那再來呢就是說 因為他這種特性 是長期趨勢向下 因為剛剛的板子 給各位看到很清楚 所以說呢他的這個不能長期投資 那呢你真的要 其實這個是不建議各位去投資 如果說你真的要投資 你要把它當作一個短期的投機工具 我這邊有個比喻就是把它搶銀行 搶銀行喔 就是搶銀行就是說搶到了要跑 那如果你沒搶到要跑更快 這樣子 不能做很多人沒搶到 那就下去去攤平或什麼的 那就套牢套到現在 那就很危險 有這個網友厲害喔 對我們少一個7啦 拍誰喔 00677U啦 好這個謝謝陳同學糾正 好那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真的要買這個的話 你可以在買之前 可以去上這個網站 富方網站這裡 他會公佈一個 即時的這個溢價的資訊 比如說這裡是 11月29號上週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 即時溢價 就是5.88% 意思就是說你如果當時買的話 你就是溢價去買 然後這個數字就是這樣子 對 OK 其實最近我們自己在做這頻道的時候 也發現上去看 其實人家的公開說明書 或網站上寫的還蠻清楚的 只是我想很多人 根本連看就沒看就買這麼多 廷浩你看到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跟帕哥的 那個意見差不多 但是我把它講得更細節 更好理解一點 因為我本身理解 你是說帕哥講得不好理解 沒有沒有 講得比較深入啦 我講得比較淺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原理上去 思考 如果一百塊漲到一百一十塊 是漲十趴嘛 但是從一百一十塊 跌了十趴 不會變一百塊 它會變九十九塊 所以本身在計算上面 就會有一些誤差值 這個是富邦比克斯 帶來的一個效果 那第二點 剛才帕哥也有提到了 是富邦比克斯 它是對準期貨 它不是追原型 所以就代表著 它具有長期投資的話 就有很多的一個 轉倉成本在 每個月要轉一次倉嘛 所以長久而言 就會把你的禁止慢慢慢慢把它吃掉了 OK OK 好 這個成本有多少 蕭鴻 OK 剛剛帕哥其實講過啦 就是如果你的富邦比克斯的話 它的管理 經理費我記得是0.99% 那管理費就是0.15% 所以1.14% 這個是不管 這個你有沒有賺錢都要給的 所以它的禁止就是 ETF的禁止是從每天的股價去扣 對 所以每天其實就會 你的禁止一直減少是正常的 對 總之就是它的這個成本很高啦 當然經理費沒什麼概念 0050經理費差不多是0.3多啦 所以它是經理 0050經理費三倍 就知道其實交易成本是比較高的 好 那我們另外來看 到底這個ETF 現在有這麼多種種類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今天要談到另外一個重點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ETF總共分成圓形 槓桿形 反向形 這些都有提到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0050這些上面這個數字 那麼槓桿形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有這個R的 它是槓桿形 這個反向形 那另外後面如果是L 跟這個U的話 它就是一個槓桿形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大家在買的時候 操作邏輯上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要注意的呢 蕭鴻 OK 我這邊講到 就是我提了兩個ETF 一個是0050 一個是00632R 那0050很簡單就是 這個ETF是 就是我們講的原型的 你買入它 等於它就直接把你的錢 拿去平均 按權重去買這50幾 幾間公司 所以真的持有股票 那00632R呢 它就有點像是反向 但是怎麼去買反向 沒辦法 所以它是用股票 用期貨跟債券 去做一個近視的連動 OK 那 就剛剛其實挺好講到 其實概念上大家講 要先瞭解這個計算的方式 0050漲漲1% 00632R會跌1% 那今天如果台灣50指數 先從1萬點先漲5% 再跌5% 它會變成9975點 OK 那你會覺得 那我做反向 我應該要賺錢 但實際上是怎樣呢 假設00632R當初買10塊錢 那指數先漲後跌 所以你的00632R 是先跌後漲 先跌後漲 對 所以你就從10塊錢 先乘0.95 跌5%再漲5% 你最後還是9.975 我還沒有算進去 你的管理費 跟一些經理費用 所以不一定指數漲 指數跌你一定會賺錢 所以這個是投資人 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剛剛跟我們講的 富邦VIX是一樣的道理 它一樣是追蹤 這個期貨的波動指數的 一種產品 所以它的交易成本 本來就是比較高 我們現在再投票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反向的 反一建議投資人買的人 幫我們按鈴搶答 不用搶答 按鈴表態一下 都不建議 都不建議 我們來聽這個小朋友 聽你的看法是 證據會說話 我們就直接看圖表 其實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可以 很明顯看到 我拿最近最近的例子 2019年11月29號 三個禮拜五 股市重跌 0050當天是跌了1.35% 那我們對照當天0063R 原大台灣50反一 是漲了1.35% 他寫錯了 是1.5% 就是說 它的一個比例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對 那同時以今年漲跌幅 做檢視的話 可以發現 今年台股一共漲了23% 但是0063R 其實才跌18%而已 我並不是說 0063R好像比較抗跌 也沒有這樣子 只是說 它在計算上 本身就會有一些誤差值 這是我們要關注的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 就是0063R 它有80%是投資債券 只有20是去放空期貨而已 所以你買0063R 那你乾脆就拿20%的資金 去玩期貨就好了 對不對 就不需要去買一個 這樣的一個產品 好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看 這個公開說明書 上面真的都有寫 不過它寫的是說 我上次看到 我記得說這個 因為複利的關係 所以要累積的報酬率 跟大盤是不太一樣 反正你看之後 會覺得看不懂 那總而言之就是 這一些含有期貨的商品的話 他們的成本就是 交易成本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可能跟你以為的 完全反映大盤 人家都告訴你會不一樣 也告訴你不要長期持有 但是剛剛講反應 是目前我們台灣人 持有的第三多的 這個規模也是非常大 已經有600多億了 好我們繼續來聊 ETF是不是真的穩賺不賠 有哪一些 你不知道的風險跟迷思 那這是現在大家蠻關心的 因為當很多人在買的時候 我們說投資市場 叫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那ETF現在這麼多人去 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有泡沫化的危機呢 請安玲 有沒有泡沫化危機呢 所以我們庭浩覺得有 因為現在好多人在聊ETF 連很多非財經的YouTuber 看到大家講這個ETF 這樣是不是叫泡沫化 以前插協同理論 是不是出來了 其實我們從泡沫化 跟泡沫破裂 兩個其實是不同概念 我舉這支手錶為例 就是說這支手錶 從一塊錢漲到兩塊錢 三塊錢一直漲到十萬塊 這個過程叫泡沫化 任何一個好的產品 都會有泡沫化的一個跡象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啤酒要有泡泡才好喝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漲到 手錶漲到十萬塊 突然人家不願意追高了 用九萬九 九萬八 泡沫破裂形成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要擔心的 所以現在來看的就是 ETF有沒有可能產生 泡沫破裂的情形 那我這邊直接用這個表格 來做用對照 就我們可以看到前幾次 因為ETF從09年成長到現在 從當時的9千億美元 到現在是3.8兆 成長四倍 那你說四倍嚴不嚴重 其實我們要去聚焦來看 就是現在的ETF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全值股上 我們可以解釋成 全世界都在買0050這種感覺 那我們就看前兩波的一個 全值股的一個泡沫化 什麼時候會發生 我們可以先看到 籃籌股泡沫是1969年 1969年 它差不多從1949年之後 就移入了一個泡沫 當時大部分的一些資金 都投入到一些這個 大到不能再倒的 比如說派利德 比如說格力這些企業當中 沒有人相信這些企業會倒 後來隔了20年 這個共同基金 投資這些大型成長股基金 成長了九倍 結果在1969年的時候 泡沫破裂了 S&P直接砍半 第二次是網路泡沫 網路泡沫雖然在五年的時候 五年內快速的一個形成 但是其實整個多頭 從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常講1980年代 我自己經濟系的 我們常講說1980年代叫做 Great Moderation 叫大平穩時代 股市沒什麼跌過 從1980年到2000年 基本上總共的一個共同基金 投入在科技股的 也成長了十倍 也是花了20年的時間 後來在2000年的時候 那是達克代表科技股的 直接砍了80%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預料得到 一個是成長九倍 一個成長十倍 差不多都花了20年的一個時間 那現在我們去對照 現在又20年了 也沒有才十年 從09年差不多星期到現在 2000年到現在又快要20年了 但是因為被動投資泡沫 從2009年才開始星期 因為08年也摔過一次 但主要不是因為大型全資股 好險 十年後再把它賣掉這一步 所以我想跟各位講的時候 就成長只有四倍 然後只有十年的時間 離泡沫破裂還有一段時間 OK 但是我認為遲早會破滅 為什麼 你破滅什麼意思 是ETF會出大事情 對對對 因為我看好它 因為現在的ETF 大部分是集中在全資股上面 所以最後不是ETF本身破滅 是這些全資股最後破滅了 因為這些全資股不斷的被推高 全資股破滅 那不是股市就崩盤了 對 但是我認為 純股足還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純股足定期定額 ETF跌下來照樣繼續買 定期定額沒有問題 那聽一下兩位大哥的意見 99% 因為剛剛講到.com泡沫 那時候我記得本益比台股是五十幾倍 現在才十幾倍 感覺上相對健康很多 你剛剛是說你不怕泡沫花 應該不是說 就是說它是不是泡沫 其實這個議題是源自於 就是前一陣子有一個電影 那個大麥控的主角 他曾經就是準確預測說 這個金融海嘯來 那是他就在一邊受訪裡面 他最近又說了 沒有 就是前一陣子 他有一個報導 他就說他就是覺得說 現在的被動投資指數投資 是下一個這個泡沫的源頭 哇 上次神預測準了這一次 那他為什麼這樣子 理論他是因為說呢 他主要是價值投資人 對 那如果說像價值投資人 就知道說這個市值不等於投資價值 但是呢這個ETF呢 他就是市值越大 那他的比重就越高 就想像剛剛那個說的 就是說他會不斷的資金就會堆進去 就是籃籌股啊 他們的股價就會越來越高 那其實就好像他就變成是說很多的時候 你的他就認為說你的價格會脫離你的這個價值 因為太多人買 就越來越高估越來越高估 那他認為說這個風險呢 會將來呢有可能會出現的風險呢 就是泡沫破掉的為什麼什麼特徵 就是說他可能會出現像這種流動性的風險 那所謂的流動性風險就是說呢 因為現在很大量的資金在追蹤這個ETF這種指數 那他就是被動式的投入 比如說兩個公司市值都一樣 那他不管兩個公司的基本面怎麼樣 他只要價格一漲 他就把他的資金買下去 對不對 那造成那個股價就越來越高 那等到有一天 如果說股市大跌或怎麼樣的話 那投資人因為恐慌要賣出的話 那如果說 因為像這種指數投資商品 他有分兩種 一種是ETF 他在交易所買賣 比如說我今天想賣 我是賣給別人 我是賣給假賣給儀 那這部分呢 比較不會產生那種流動性風險 因為是投資人之間的互相買賣 他講的是其中一個部分 另一個部分就是指數基金 那因為指數基金呢 像美國 美國那邊很多都是指數基金 那指數基金呢 他每天做個禁止 然後經濟經理人呢 為了要應付輸回 他會保留一部分的現金 但是如果說有一天 大恐慌 大跌 然後投資人要大舉的殺出 那些指數投資人 他也要 因為人心 大跌要賣掉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手上的現金部位 不夠應付輸回 他就必須要造成那個砍股票 那砍呢 就會造成連鎖銷售 那砍股票呢 然後股市大跌 大家看到股市大跌 又想要繼續賣出 他就形容說呢 這就好像一個電影院 就是說座位一樣 然後出口 逃生出口一樣 但是呢 人群越來越多 觀眾越來越滿 現在已經變成這個爆滿的狀態 電影院就快垮了 重點就是太多人在買 溢價的太厲害了 很多權值股被過分的高估 然後哪天恐慌 然後大家又全部的這個 整個算是砍股票 殺出啦 殺出逃逃出市場 然後也會造成這股價 這不理性的大跌 對 我第一個強調就是說 它是指的是這個指數基金這一塊 它不是指ETF這一塊 那另一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 那個做 指數基金不是ETF 不是一樣 不一樣 那個指數基金呢 就是我們一般的基金 然後它追蹤的是特定的指數 但是我們現在買的ETF 它是在做這個交易所買賣基金 它是等於是在這個集中市場交易 然後呢有即時的市價 但是指數基金呢 它是只有一天只有一個 按照禁止來申購數 對 我們先回來講ETF 拉回來拉回來 ETF先幫大家見解一下 你手中ETF的這個 你買的經驗 到底有沒有什麼困難 或者說有什麼風險 大家可以來檢驗一下 自己這ETF的 第一個當然我們剛剛提到的規模 因為一億以下是會被嚇市的 要看一下 你不要覺得說這看起來不錯 好像可以賣 但是請拜託看一下規模 這就算很好 但是這個 非常的這個取高賀寡寡的話 它也是會被嚇市的 那再來是流動性 流動性這有關於這個買進賣出 要有流動性 不然不好操作 那麼第三個就是你的組合成分 好我想問一下這個 你新手入門的話 因為現在為什麼這麼紅 很多小資組覺得自己錢少少的 那膽子又很小 就想要是靠ETF入門 那現場小資組挺好 ETF入門怎麼做 你自己的投資經驗是什麼 我個人的投資經驗 他今年才22歲 好年輕喔 我是屬於又保守又積極的 這樣的類型 就是說我想要用比較保守的方式 的策略來賺錢 但是我想賺的比別人多 所以我的投資策略是這樣 就是說我使用的是一個 乖離投資法 其實跟KD有點像 就是用技術指標的一個方式 買到一個比較便宜的一個價格 這是我希望達到的 那包括我的一個投資的一個配置 我當然還是存了很大一部分 在存0050 但是其中我主要40% 都是在存科技股ETF 因為就我的觀察 我發現科技股在不管是任何時候 基本上都是領先大盤的 超越大盤的 當然跌的時候也是 但是我相信科技股 它的一個超越大盤的一個幅度 可以帶動我整體的一個資產 上升的幅度非常快 科技股 我們可以看一下你的操作績效嗎 我操作績效大概38到50% 38到35%說錯了 你的ETF秀出來好不好 你買了三檔嗎 對啊 我買了三檔 科技的0050 還有這個富邦科技0052 這應該是10年來表現最好的嘛 對不對 對 Check第一名的是這個 其實0052我沒有買到啦 我是買0053G多 但是我當時的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科技股它的一個領先的 一個意涵非常高 對 今年來看的話 幾乎前三名都是科技股 哇塞 今年漲幅這麼高 沒錯 40幾%ETF 各股要選到這樣都很難 不過也不錯 因為0050它雖然漲幅只有28 可是重點是現在大盤 也才漲20%左右 就是它0050的漲幅 已經來到28%了 所以我相信藉由0050跟這些科技股 就是我的一個組合 我的報酬率就比別人稍微多一點點 對 因為ETF大家覺得 報酬率是不是偏低 其實這樣看起來很高 30到35% 什麼叫做財漲28% 29% 很高了 你的操作方法是什麼 像之前我們大叔 這個不拜教主都講過 他們很簡單嘛 這個KD次小優20賣 大於80賣 你的方法是什麼 我主要用 乖離投資法 那其實 乖離投資法 對對對 其實我們把乖離解釋成 一個股票收盤價 跟它移動平均線的差距 簡單來講就是 它現在的股價 跟其他人購買的價格的一個差距 所以如果其他人買的比你貴 我們就會來到正乖離 其他人買的比你便宜 我們就會來到負乖離 就以中間值來看的話 我們直接用圖表來看 以0050為例 如果參數設為20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看到 乖離率分別差不多在 5月底的時候 跟11月初的時候 都有一個來到高點 和低點的一個跡象 那我們身為存股主呢 基本上就是要買的比別人便宜嘛 所以只要水平線 零走以下 就可以來做買入 所以等於是我們這邊 你那個水平線是什麼 這個水平線啊 就是它的一個零走 就是它本身對於一個 相較於平均移動線 就是投資人平均成本的一個差距 平均成本 我們不是用高點跟低點來比 是用當時的高點跟當時投資人購買的平均成本 來做一些比較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是參數20啊 你六個月以來只能夠買到一次 因為才夠便宜嘛 但是如果你把參數值調低 調更低一點 調到10% 調到10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 其實它的一個波動浮律就高了 就會很常在一個零軸上面做穿插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要求說一定要買到特別便宜的價格 不用買到這個-2的乖離率 我們只要買到它實體的價值 你就發現6月也可以買 7月也可以買 8月也可以買 9月10月10月都可以買 只是說這個定期訂了 並不是說每個月的1號買 你可以買的點是什麼 再跟大家講清楚一下 我買的點基本上 就是當我們的一個乖離率 來到零軸的時候 這個大家好容易自己操作找到嗎 對 就是它並沒有一個操盤軟體 是幫你畫出來的 但是你可以找出乖離率的一個波動 你只要畫兩條線 把最高點連起來 最低點連起來 你就會發現 原來股票都在這中間做一些波動 那我們買也不用說買到特別便宜的價格 買到它實體的價格 平均購買成本就可以了 所以就會發現 陸續都可以來做買進 只是這個操作策略 不是說固定時間來做買進 而是差不多啦 這個股價回到它實體價值的時候 我們來做買進 那差不多 基本上只要設定參數 都可以根據你的頻率來做 OK好 這方法認同嗎 趙鴻你有這樣做嗎 我是沒有這樣做啦 不過他的觀念我認同 就是說 我們沒有要求要買在最低點 相對便宜 其實你長期持有 因為整個趨勢都要往上走嘛 你買在相對便宜 然後你長期持有它 基本上賺錢 一定都會賺錢賺多跟賺少的分別 簡單來說 是不是大家買貴的時候 就是說你不要跟進 對對對 我們就是要買的跟大家差不多 或者比它便宜這樣就好 OK好 這是看乖利率的方法 那我還想問 因為很多我們現在常看的小資助 就是年輕人說 不要買ETF 因為年輕人錢很少 他們想要買標股 想要炒短線 比較容易翻身 大家覺得買ETF 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你沒有這樣想嗎 我一開始投資 也是曾經這樣想過 當時學生的時候 基本上 其實手頭上十幾萬 也不多 問題是呢 差不多虧了一萬塊 大概心裡就已經這個 這個陰霾已經好久 大概兩個月都走不出來 他覺得辛辛苦苦 你不是要來我們節目 都沒有虧一百 都不能夠坐在這裡嗎 才一萬 當然後來是因為 整體就是 我發現找標股的一個方式 我自己啦 我覺得很難找得到 也可能我功利不夠 但是我就是很難找得到 但是我相信長期報酬 以整體趨勢線來看的話 我認為是 跟隨著景氣成長 一定是有幫助的 一定是可以的 但我又想賺的比一般投資人還要多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選擇一些科技型的ETF 就是這些ETF啊 在波段投資上 是可以來做一些買入的 我們不會把科技股的ETF 當作一個存股標的 為什麼 波動太大了 隨時都有可能泡沫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就主要配置一定程度的0050 就是大家都在存 那我也跟著存 跟著景氣一起成長 那同時呢 我佈局了一些科技股的一個ETF 這些科技股的ETF 只要多頭趨勢 大盤表現好的時候 都是零漲標誌的 那我們等到一個到一個多頭的一個 末生段的時候 我們再來慢慢的結清 這個時候我們的收益就比一般人還要高一點 好 其實你也算蠻積極 因為你不覺得這些都是電子相關的 比較積極型的ETF 好 那我覺得其實年紀輕輕還蠻有見識的 沒有想要趕快快速翻身 其實慢慢從ETF來練兵也很好 效果很好 問一下99% 那你自己入手的ETF是哪些 如果說我前面幾個比較大型的話 我主要就是0050 0056 全台灣最熱門這兩檔 對 我是過去都是投資過好多年了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這報酬率操作如何 如果0050的話 其實我就是 我有做過這個實驗 就是我那時候 之前曾經就是有做過一段時間的實驗 就是用這個日KD 然後來參考來做進場 那後來發現就是說 我在那一年一年三個月的時候 我就是日KD低點的時候就買進 然後高點就賣出做波段操作 然後賣出之後 我在做這個T50反應的放空 我那時候有買這個T50反應 對 就是因為這次經驗之後 以後我就再也不買 買過知道不能買 對 這是等於是我唯一賠過的ETF 那總之那一年的操作 我一年賺了13.6%總合 然後T50反應是不賺不賠 但是我後來發現 你還知道賣出 放到現在就 因為這個就是短期的投資工具 那如果說你看錯了 你就是要停損出場這樣子 那我當年這樣操作的心得 就發現說操作好像沒有比較好 因為我發現說 如果說我沒有操作 就是抱著不賣的話 我那年的績效是16 16還是17%這樣子 更高 什麼 不要再買賣點還比較好 對 所以說呢 後來我就把它改成說這個 今天那個施老師沒來 你可以更大聲講 其實我的方式就是 有點類似乖離率的這種做法 只是說我把它週期設的更快 我是用這個週KD 結果效果還是不好 就好像變成你開車賽車 就你改裝半天 結果發現旁邊的原型車 跑得比自己還快 所以後來我就變成說 這個0050 我就做法其實就是 跟那個廷曉剛結婚 就是說呢 我就是長期投資 但是我低點加碼這樣子 就有點像 類似乖離率過大的時候 再加碼這樣 這樣這個其實 你的長期的 這差不多週KD20的時候 長期的平均成本 你會下降 那長期的平均 如果你平均成本比別人低的話 那你的報酬相對當然比較高 那至於這個0056的話呢 這個其實我反而績效比較好 0056的績效比較好 對 很多人都是推0050勝過0056 對對對 那0056呢 其實我有把它做個 跟0050做個整理 就是說它的殖利率 其實當然是0056比較高 因為它平均是4.7 大於3.5 但是呢 資本利的呢 其實我們從過去的股價圖來看的話 其實是0050比較會漲 那投資的話 你就是看股利也要看價差 合在一起一起看 就是你最後的投資報酬 那最後呢 算的結果呢 其實如果你長期 就是來看的話 其實是0050相對比較好 它的年化報酬率呢 過去呢大概有9% 過去10年 那比較好 為什麼你剛剛說你比較喜歡0056 因為0056呢 我如果加上操作 我會相反的 我覺得0056比較適合操作 那經過我操作的結果呢 它的績效反而 會讓我賺更多的錢 怎麼操作 怎麼操作 你剛剛說0050是可以長期買 那我大家都會問 現在九十幾塊還可以買嗎 其實就是說 它主要是以市值為標準 那其實就是說 它有個太弱流強的機制 但是問題呢 你要給它時間 可能如果說你長期持有的話 如果說你可能 5年10年 回過頭來看的話 現在的低點 現在的高點 也許是那時候的低點 對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短期的話呢 它可能碰到股災或什麼腰斬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重點呢 如果你買這種 像這種0050這種東西的話呢 你一定要做好 這個長期持有的 這個打算這樣子 長期持有的 如果現在買的話 只要放5年10年 你意思不是這樣 這樣子的勝率會很高 好 你教大家怎麼挑0056是不是 對 0056呢 我主要有三個方法 那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說 0056長期的年化報酬 大概 大概差不多六七% 但是呢 我過去用一些策略拉高它的報酬 那首先呢 第一個我會利用台股的季節性佈局 就是我通常呢 我會喜歡在它除權息後 第四季開始佈局 因為那都是 常常都一整年的相對低點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會參考它的預估殖利率 來做判斷它的貴貨便宜 這樣子 那它如果殖利率一拉高 那通常就代表說 它股價超跌 對 那這個時候你買進的話呢 第一個你零股息 對 那將來呢 它有機會賺到價差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還會用它的這個周KD 就像我前面講過 跟0050 類似的方式 我會來判斷它的 相對的低點這樣子 那比如說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相對低點佈局 那這一張線圖呢 就是過去0056這幾年 從2015年開始到現在 那我畫的這個框呢 紅框就是它 每年第四季的這個股價 第四季相對比較低 對有沒有看到 這個這是15嘛 然後16 15 16 17 18 都是一整年的相對低點 這很簡單 第四季買 什麼時候賣 就是說如果說你到了一個 比如說你覺得說 那個殖利率 比如說它殖利率本來平均是4.7 或4.6 那平均殖利率只剩4 甚至到只剩3% 那代表它股價變貴了 那吸引力變小了 但這時候你就可以考慮賣出了這樣子 對 那留著資金再做下一次的佈局 那這個就是一個 那其實我這邊只列到15 但是14 13 如果各位再回去拉的話 其實可以看出 也是有一樣的 所以邏輯就是第四季買 然後等到殖利率偏低的時候 股價變貴你就賣 沒有一定的標準 然後這裡就是 它的這個 我前面講的周KD 那周KD其實也可以 各位也是可以做參考 因為很多 因為其實判斷低點很多種方式 什麼成交量 周KD 殖利率 那如果說各位 如果說一個對個指標沒有信心的話 那你可以綜合其他指標一起看 那這個就是相對低點 比如說這個是日KD 那這個是周KD 然後呢 綠色的點呢 就是周KD低於20 就是相對好的買點 那紅色的點呢 就是這個周KD 紅色點這個就是KD高於80 那就是相對的高點 跟施老師有點接近 他是日KD小於20買 你是周KD小於20 對不對 你看周的 時間更長一點 其實如果像用周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它的雜訊比較小 那準確度相對較高 對就是比如說像這裡紅點 有沒有相對高點 那這裡是綠色的點 就是相對低點 我們現在請昭宏 你跟大家再講一下 因為這個0050跟0050 你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OK 我個人基本上 因為他說他不要買了 我不喜歡買ETF 那因為我其實在上一次節目 有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有一些挑選股票的方式 那比如說我就去做一個功課 在上禮拜五那一天首盤之後 我就從0050裡面挑10家公司 那就是這10家 然後我就做一個比較說 我每一家每個買一股 買零股也可以 每個買一股 跟我每一個花五千塊去買 那做這樣子 我從15年的1月5號 開盤那一天到現在 大概五年的時間 然後最後做一個統計的圖表 你可以發現 我就買入這10家公司 我就不動它 然後五年過去了 我的報酬率比0050遠遠要高 其實很簡單 因為0050我很敢講 就是你從這裡面挑10家好公司 對 因為其實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不會50家都很棒 也不是50家都很會賺錢 也不是50家現在股價都相對低 那我寧願去挑一些好的公司 然後長期跟它一起共進退 結果這些公司 都是體質很好的公司 都一直在賺錢的公司 那0056也是一樣 0056呢 我就直接從裡面挑五家 那五家呢 我挑這五家的理由非常簡單 這五家的配息 這五年每一年越發越多 有點像是如果存這五家當退休金 我每一年領越來越多的錢 其實是很棒的 那會發現比0050更令人驚訝的成果 是15年一樣 這五年的時間 它的報酬率基本上是 你單純買0056的兩倍 甚至三倍左右 這裡面就是你挑30家裡面 前五名配股的嗎 就這五家股息越發越多 剩下的都是有上有下 其實我們台灣人 可是你一樣是要預測啊 過去不代表未來啊 沒有錯 但是至少它過去 已經告訴我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這間公司的 那你要錢比較多啊 不用啊 買一檔才兩萬多 你要個別買這麼多檔 不用啊 我每個買一股的話 只要花1000多塊 你在講美股嗎 沒有 台灣啊你買零股 如果就算你每個 對買零股 那你每個花五千塊錢去買 也不過花兩萬五千塊 也OK 也OK 那報酬率 所以你說買一天不如 去買零股挑個股 對 挑裡面成分股裡面 相對表現比較好的股票 然後去持有它 好 你會比005、0056 更推薦給大家的 挺好 那剛剛有這個網友在問 KD跟乖離有沒有什麼不同 KD跟乖離啊 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乖離我看的比較舒服 因為KD值會在上面 鈍化好一陣子 乖離通常上去一下子 就會回來了 所以看起來比較舒服 基本上本質上 差不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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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大家買的成本 其實剛才講了很多0050和0056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年十大績效最好的ETF 0050大家猜代替幾位 0050也前幾年吧 沒有啊 其實它如果沒有去掉 入股型和孤空型的話 它其實連前10名都沒有 但如果把反向型和這個入股型去掉之後 它排名大概也才第八名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前面兩檔就是科技股為作的 剛好0053我是有買到啦 但是我想跟各位說的是 就目前科技股它的一個ETF的一個漲幅 之所以會超越大盤 是因為歷史就是如此 然後呢 如果它這個緊急陷入衰退期 或進入一個蕭條期 通常它跌的幅度也比較快 所以我要先提醒各位 不要把科技股當作存股標的 有點危險 我個人認為有點危險 那我們看到0050 其實排在第八名而已 它的報酬率是28.9%而已 而且剛才我們談了很多0050 還有另外一檔 還沒有入前10名 0056在10名之外 對對對 所以其實散戶最愛的兩檔ETF 並不是在今年績效是最好的 0056差不多是25% 漲幅是25%左右 這邊是有還原出生息的 所以你鼓勵大家去照今年排行榜 買前幾名好的嗎 沒有沒有 我認為0050和0056 是可以做長期投資的 但是呢 如果想要這個漲幅 想要獲利超越於一般存股值的話 適度的買入一些科技股基金 像我一樣 然後跟隨著景氣一直到高峰 然後記得要出清 什麼時候是出清點 我相信就是等到科技股 明顯泡沫破裂的時候 明顯泡沫破裂 明顯泡沫破裂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可能跌破年限的時候 比如說科技股明顯很不行的時候 很明顯景氣已經進入 那時候在賣來得及嗎 我相信來得及 因為如果照這個趨勢一路向上來 我相信未來幾年 尤其5G AI 仍然會持續的是一個消息面上的刺激 所以我相信未來幾年 科技股還是有領長標誌意義在的 我們來看剛講到這個 現在非常紅的 講到科技股 大家就會提到說 這幾年最夯當然就5G 5G這一檔也是非常的紅 00861 5G版的0050 那台廠大家可以看到 這列出來台積電 什麼智貌 臺光電 聯發科 大陸 光星星 穩貌 鐘蕾 奇蹟 有沒有看到很多檔 你只敢看你永遠買不下手的股票 你可以透過這檔ETF可以買到 那這裡面的 它追蹤的這個成分股裡面 全中前五名也是非常有名的 蘋果 高通 美國電塔 這個Cisco 斯科 跟 AT&T 但是這一檔一開始當天漲得7% 那麼後來又下跌了 大家怎麼看這5G版的0050 ETF 建議大家入售嗎 建議嗎 表態一下 5G版的ETF 不建議啊 中間 好 問一下99怕為什麼不建議 應該說是我個人 我個人的投資習慣就是說 如果說新出的產品 我都會觀察一陣子 你不喜歡買沒有紀錄可以追蹤的 對 我不喜歡買 就沒有經歷過時間考驗的 因為像規模啊 這個追蹤誤差 這些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累積 來看得出來 那庭浩你剛剛是一半一半 我們知道存股啊 基本上看三個指標嘛 第一個資歷率高 第二個穩定配息 第三個有填息效果 但是因為是新的 所以這些資料都沒有 所以其實很不適合當做存股 但我不認為說就不能入手 如果賺一個未來一個 搭上5G的一個蜂巢 搭上AI 搭上一些科技股的蜂巢 我認為是有一定的一個潛力發展在的 但是現在不適合 張宏 我一樣啊 我就從他的持有成分股裡面去做篩選 比如說台積電啊 蘋果 你是反ETF是不是 你今天滲透在裡面反ETF 直接買美股這些 就是買裡面的成分股 挑線比較好的 好 給大家一點揭論好不好 秦浩你告訴大家 怎麼樣是不會買到可能會下市的地雷ETF 不會買到的話其實基本上就看幾點啊 第一點看組成的一個成分 我們要看一下組成的成分 比如說以元大5G ETF來說 它其實就包含了非常多的美股的ETF 包括可能像AT&T 美國借塔 這些大型的一些5G未來一個電信股 那如果組成成分跟你預期的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當下聽那個名字 那實際上組合成分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要關注的 那第二點要看一下規模和買氣 也就是說如果它的規模低於1億 剛才就講過 低於1億投信就準備要被清算了 所以要有這個省思 那第二個是買氣看望不望 像5G 這檔元大5G 其實一開始買氣蠻旺的 現在有一點回復修正 所以我認為是可以來做一些佈局 那第三點剛才大家都一致通過 我們不跟反向型的 有反向型的ETF 不會有人搶的要去買的 對 因為不適合長期持有 好 另外我們這個最後一點時間 聊得到現在你自己非常夯的存股 我想先問張宏 你之前是存股達人 9年都不賣股票 那目前的報酬率怎麼樣 目前報酬率就是 其實我上一回節目 有分享幾支股票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一段時間過去了 那他們的報酬率都看得出來 其實都比之前都還要再高 那我就跟大家講 好的公司他一直在賺錢 你就是當他股東就可以了 讓他去幫你賺錢 比如說普風 我們知道是賣一根雞肉 豬肉有相關食品 你就當他股東 他每天幫你做那些商品去買 其實都放了9年了 有些沒有那麼久 但是至少說這些公司一直幫我賺錢 然後一直把股息放我的口袋裡面 那你看才幾個月過去 他們又幫我賺了更多錢 OK 所以我記得你上次邏輯是說 你靠股息就一年有上百萬的股息收入嗎 現在是 老闆中午有可能在看 他還是會努力工作的 那你現在的操作方式沒有改變 還是要繼續擺著不賣 基本上我有一些股票 就像上午講 我可能明年開始會去 把我股手上一些公司把它儲勤 要賣了為什麼 中央賣 那我這邊很有趣 我就從我的股票裡面挑了三家 這是我個人建議 這些公司的人不要來走 就是聖智貝 他名字裡面都有個聖 那其實這三家公司 他們其實都有幫我賺錢 但是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有聖智貝就賣掉 沒有沒有 你一定買過有一檔 華智貝跟聖智貝 聖華科 已經下市了 對對對 然後這三家公司其實很簡單 他們這三家最近大概這三年 他們的EPS 就是賺錢的能力都在下降 所以我不預期他們在短期之內會好起來 那我不如趁現在暫時把它們出情調 然後把資金先握在手上 因為我相信大多數投資人 你們都覺得現在股市很高點 那其實很簡單方式 手上多我一點現金 在這些好公司下 很難得 我們都會介紹哪些可以參考的 現在難得有人說 打算要脫手的股票就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參考一下 好存股 問一下99帆 你喜歡存股嗎 你贊成存股嗎 基本上因為我早期的時候 是做這個中小型價值股 然後所以說呢 因為中小型價值股 它其實呢 它波動比較大 那它也不適合長期持有 那如果說 如果說要有存股的話 那我比較喜歡存這個ETF 這種的 存ETF 因為它有這個自動這個 有太弱流強的這個機制 對 所以我常常強調是說 其實這種存股 比如說你只要紅它 其實它要做功課 要看財寶 那如果一般投資人 沒有時間的話 其實你要等於是說 你要存一個 這個好的投資組合 那好的投資組合呢 那如果說你選ETF的話 就是相對來講 比較省事 輕鬆這樣子 不用特別去 對對對 那ETF它有個 每個ETF都有不同的指數編制 它有個機制 那都是適合長期持有 因為其實結果它蠻特別 它是放下這個 在公德院 行政院的這個 很穩當鐵飯碗的工作 現在自己投資 那光靠ETF你就覺得安心了嗎 應該是說 如果說像ETF的話 那其實它還有很多其他策略 那可以提高報酬 那比如說 一種 比如說你看好景氣 那像剛剛這個 比如說它如果看好景氣 你可以選擇 這個比較攻擊性強的 比如說像科技類股 那如果說 你要防守的話 那也有很多選擇 那比如說醫療類股 或是民生必需類股 那這種都是你一買 就是一籃子的股票 那其實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做好你的資產配置 那你做好這種動態資產配置的調整 其實你的跡象長期來講不見得比較差 這樣 OK 聽話最後一點結論 最後一點結論 我給大家再一點借鏡 再一點反思 再一點反思 就是說存股 我這邊舉一個最後一個例子 就舉宏基為例 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存股當中 都會有一種偏誤 叫存活偏誤 就是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沒時間舉例了 沒時間 我們下一題先學會再講 大家要小心一些 反正結論就是 如果說你常買股票為止 不會選股票 那常常賠錢 那麼又不想太想腦筋的話 ETF是個選擇 但很多檔仔細看清楚 我們下個禮拜繼續再聊囉 拜拜 好